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 叫五花鱼子 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 还有小孩来 你像这五花肉一串就够 任何食材在烤炉面前都会乖乖听话 但如何把它们烤出好味道 就要看烧烤者的手艺了 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 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 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组合方式呢 李希成说 答案要等调完烧烤料才能揭晓 我问一问 有自然 不要 是吧 其他我就闻不出 容易吃到上火嘛 火大嘛 然后加入 我妈就是从很多那些研究 你加入一些这些 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 调和一下 对对对 重复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对对对 对吧 除了辣椒 孜然 这些常见的烧烤调料 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 陈皮 肉豆蔻等香料 让烧烤料更具有复合的香气 接下来就要看李希成 如何把五花肉和鱼子 组合在一起了 这么放起来 好 这边 对 好 给对齐 对对齐了 对 看第二片 给压到这个最后一层的上面 不要有缝隙了 对对对 不要有漏出来 这样一层叠一层 对对对 一片压一片 五花肉严丝合缝地铺满竹帘 然后将鱼子均匀铺在肉上 弄碎了 对对对 整碎了整匀了 细节处 对 体现出来 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对 您别以为一层五花肉 一层鱼子就结束了 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 我们还要一层肉一层鱼子 一层肉一层鱼子 这样铺下去 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 才符合五花肉鱼子的烧烤标准 而下一个难题也来了 这么厚的肉该怎么卷起来呢 是要卷得比较紧一点 对 必须紧一点 必须紧一点 一开始这个芯很关键 对 芯很关键 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对对对 你也把竹帘 我已经蒙了 要不然吃的时候 竹帘都卷在里头了 是吧 对 我看你卷得那么快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这个必须得快一点 对 往前 这样是吧 给它压紧一点 压紧 然后这个两边 慢慢地一推 往前推进去 对对 五花肉和鱼子的新颖组合 让我对这种烧烤味道十分期待 那么李西成会如何将这种 层层叠加的食材烤熟呢 这炭火一起 就顿时有了 一天三顿小小烤烤的节奏 是不是 对 看那个滋滋冒油 你看 对对对 已经冒上油了 这看特别诱人 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 然后冒着小油泡 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 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 味道相当好 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 很特别 里面包裹的那鱼籽 你往里嚼鱼籽 小小的特力感 还有三层五花肉 三层鱼籽 对呀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 一个就够了